一分钟佛教常识 我现在还要照顾小孙子 可不可以等孙子考上大学了再学佛 隔壁里老头天天拉我去打麻将 我哪有时间学佛呀 早知道学佛这么好 当年我就应该选择学佛的 哎 现在后悔也没用了 这大半辈子算是白活了 况且佛说 人命在呼吸间 有谁能保证自己一定就能活到退休呢 所以学佛应该从现在开始 当然 确实有很多人平时特别忙 抽不出太多完整的时间用于学佛 这点不用担心 有一种学佛方式 可以充分利用零散的时间 那就是念佛 念南无阿弥陀佛 念佛非常简单 不需要去特定的地方 坐车 吃饭 做运动 随时随地都可以念 出不出声都可以 想要学佛的上班族 现在就可以先尝试着 开始念佛啦